2024电视剧一部接一部播 像《玫瑰的故事》 《墨语云间》和《雨凤行》网播量都冲破了20亿大关 但和往年那些大火的爆款剧还是不能比 更别提下半年锦绣安宁 《春花燕》和《流水条条》这些古装剧了 这几部都仅停留在热播的程度 以下盘点近5年12部真正称得上爆款高网播量又出圈的剧 庆余年 《星汉灿烂》破40亿 有部唯一破百亿 一 杨阳 迪丽热八 你是我的荣耀 网播量32亿 2021高话题填宠剧 你是我的荣耀 网播量破32亿 这部剧在腾讯独播创造佳季 为腾讯2021最赚钱的一部剧 最夸张的是 在超前点播大结局的当天 热情的剧迷们还把腾讯搞崩了 瞬间涌入太多流量导致系统当掉 可见是真的爆 其实你是我的荣耀蛮可惜的 卡在东京奥运期间上当 而且还被各种社会时事热点夹击 拉走热度和微博话题 你是我的荣耀 在夹缝中求生存 依然创造佳季 并且也是因为这部剧 把2021低迷的暑期档大盘拉上来 二 于书欣 王鹤帝 苍兰爵网播量36.04亿 是谁过了两年还没忘记苍兰爵 苍兰爵是近年很受好评的古装偶像剧 虽然剧中一段时间了 但很多观众的绝症还是美好 苍兰爵和星汉灿烂同期爆火 不过评分更高 完结后 评分继续上涨到8.2 证明真的是好剧 苍兰爵 剧情和角色设定虽然老套 但是情感铺陈十分细腻 霸气魔王即使想称霸三界 依然守护心爱的女人 软萌仙女看似柔弱 实则能为爱扛起一切 剧情 制作 演员演技 CP感通通到位 也难怪苍兰爵能成为当年度黑马剧 三 杨子 张婉逸 长相思 第一季网播量37.36亿 虽然今年推出的长相思第二季 没有开出预想的好成绩 但去年暑期档 长相思非常风光啊 长相思第一季开播时 因为杨子的号召力 开播后 在中国腾讯站内的热度火速登顶 网播量飙破37.36亿 且评价是正面的 长相思热播时拿下了 Vlinkage网剧播放指数 德塔文电视剧景气指数 灯塔播放市场占有率 云和有效播放量 共9个榜单第一 长相思第一季实景打造的清水阵 三对CP的纠葛都成为话题 第一季确实是成功的 四 白静婷 甜西威 青青日常网播量41亿 青青日常是近年非常成功的古装甜宠剧 开播后热度一路走高 网播量突破41亿大关 胜过童年度梦华路 苍蓝爵这些古装偶像剧 青青日常 剧本没有硬伤 节奏快 剧情甜 是很适合下饭的轻松甜剧 而且除了撒糖外 还加了许多女性自立 女孩帮助女孩的故事 故事没有烂尾 结局很圆满 在豆瓣拿下了7.2的高分 播放成绩与口碑都很亮眼 张若云 胡君 雪中汉刀行 网播量42.97亿 张若云主演的雪中汉刀行 是近年网播量很高的古装剧 虽然评价两极 但播出期间热度始终居高不下 而且后半段的剧情渐入佳境 大结局时让剧迷于运游存 庆余年和雪中汉刀行 奠定了张若云大男主剧的形象 虽然两部剧评价差很多 但都为张若云带来极高热度 如今不少网友都在敲完雪中汉刀行第二季 张若云到底要欠大家多少部第二季了 还有庆余年第三季等着他拍耶 6.张若云 李沁 庆余年第二季网播量43.93亿 庆余年第一季是网播量冲破百亿大关的现象级爆款剧 而第二季依然火 庆余年第二季是2024年网播量最高的剧 冲破43亿 打败繁花与凤行 玫瑰的故事等剧 庆余年第二季在中国腾讯站内热度也冲破34000 创下腾讯站内热度榜历史最高记录 难得的是庆余年第二季口碑没崩盘 人物深沉复杂 时而又幽默搞笑 全谋一层又一层 反转不断 2024已经进入第四季 感觉今年已经难以出现另一部剧王 来撼动庆余年的地位了 7 吴磊 赵露丝 星汉灿烂 《月升沧海》 网播量46.66亿 星汉灿烂是2022年度暴剧之一 他和知否一样改编自关心则乱的小说 结合复仇 宅斗情节 星汉灿烂让大家都很惊喜 S家大制作真的拍出了S家的质感 导演的拍摄运镜大气 剧情更是扎实精彩 选角也不马虎 吴磊 赵露丝 CP感十足 吴磊把银人狠利的林布怡演得很好 而赵露丝甜美可爱 网友都要磕疯了 星汉灿烂的成功 也让吴磊 赵露丝成为如今95后 声势最旺的男女演员 8 江书颖 童瑶 毛小彤 30而已 网播量50亿 30而已 是2020年度暴剧之一 他是当年唯一一部先网播 然后因为热度太强被内地电视台买下并播出 且收视率竟不受影响的剧 以往这种先往后台的模式 因为大部分的人都先追过 所以电视台播出收视会下拉 但30而已没有 甚至后续在Netflix上线 仍然蝉联多日台湾排行榜冠冠军 30而已 被认为是一部非常成功的女性题材剧 代入感很强 剧情细腻又真实 之后陆续上当的女性题材剧 都没办法像30而已那样到位 9 雷佳音 樱桃人世间网播量53.67亿 人世间播出后 每日的电视剧播放指数都破90 天天蝉联冠军 还在豆瓣开出8.4高分 口碑和收视表现双丰收 人世间故事 以一户周姓人家三代人的视角 描绘了十几位平民子弟 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 剧情细腻 动人 真挚 有笑有泪 看剧能看出人生百态 剧本确实写得好 10 任佳伦 谭松韵 锦衣之下网播量56亿 锦衣之下近年相当成功的爆款古装剧 网播量破56亿 剧情其实挺一般 是靠着任佳伦和谭松韵的超强CP感 称其整部剧 任佳伦 谭松韵可以说是最多观众敲碗二搭的剧CP了吧 后续虽然任佳伦和谭松韵都各自播了许多剧 但锦衣之下让很多剧迷出不了坑 像最近任佳伦主演的流水迢迢播出 就连带让锦衣之下又一直引起热议 虽然流水迢迢剧情也挺好看 但CP火花一般般 要找到CP感超越锦衣之下的搭档不容易啊 11 郭麒麟 宋毅 坠续网播量57.64亿 坠续是2021最高网播量的剧 冲破57.64亿 一举让大家认识郭麒麟这位新星 坠续播出期间的热度值也冲破爱奇艺战内新高 坠续是一个角色众多 关系复杂 格局宏观的故事 剧版不过是小说的一部分而已 不少角色都尚未出场 目前也传出有要拍第二季 但尚未定案 12 张毅 张颂文 狂飙网播量113.88亿 这部剧的网播量真的强 狂飙网播量突破百亿大关 被认为是近年唯一的现象级爆款剧 上一部网播量突破百亿的剧 已经是2019年的庆余年第一季了 狂飙真的狂 狂飙是一部刑侦反黑剧 以题材来说 不是热门的古装剧或甜宠剧 主演也都不是流量明星 但电视台收视与网播成绩都相当亮眼 出圈梗众多 热播期间 微博几乎人人都在讨论这部剧